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得清净了 靠着耶稣基督的保血 我们不要再犯罪远离神 如同没有救恩般的人那样的堕落沉沦 既然与基督有份就当活出有主的生命 活出福音见证的生命 让世人看见我们是有神的人 所以遵行神的指命是很重要 应许是什么呢 如今我们借着在基督耶稣里 靠着主耶稣十字架的保血 旧恩使我们跟所有的人立了一个新约 神与我们所有人立了一个新约 教我们与神亲近和好 不再远离神 那避免犯罪的是 不要再轻易远离神 过去我们与神无份犯罪 生命没有将来 没有指望 但现在 不要再如同过去生命的光景 又落入像是肉体的外邦人 肉体的外邦人 行事为人 如同没有反礼 护卫自己的心 所以我们的心我们的口都需要被护卫 需要受割离 那什么可以应用呢 就是实时感恩 实时感恩 我们需要实时感恩 因为感恩的心 会使我们更加珍惜 我们现在生命的位分 就不再为过去的事情灰心骄傲 感谢神 有神就有一切 没有神 一切也就都没有了 所以对神 我对心的认识 若不是因为神的怜悯和基督的爱 我们就永远与基督的恩典和福分是 无权无分 无纪念 无地位 我们一起来祷告 父亲感谢你 透过今天的话语 再次整合我们 我们如今在基督耶稣里 靠着你的血 已经与你在亲近了 与你得亲近 主啊 我们不再是局外人 不再是局外人 主啊 谢谢你 因着你 我们有勇士的盼望 我们是有指望的人 因为我们有你 谢谢天父 听孩子们同心祷告 靠祝耶稣基督圣名祈求 Amen